生活消息在県心 台北市 台東區有一個建築物 去年 過年後就已經疼掉了 不過現在有附近的記民是發現說 他們自己的家 家裡是出現必須 那就是鑑定的影響 甚至房子歪掉 他們將會向議員跟台北市政府認證 也有去親戚 討不上鑑定 現在他們是願望建築要暫時停工 單身是用微體標示 住了六十年的房子 可能受到鑑定建築的影響 工地從過年後開始拖廚 結果他的房子來過也對出現一些必須 結果過開始越嚴重 甚至有廚房子 可能有但沒辦法外刷 沒辦法放在頭殼 還會燈檔 我們公班比較不禮貌 跟您 跟您道歉 附近總共十八均人家庭 既然煩惱站起來受到建安工廳影響 在台北市土部技術公會 親親鑑定 台北市政府建議 憲衆在報告出來建前減停時間 我們目前公立施做的是導溝 我們有承諾不開挖 要等鄰房鑑定結果出來之後 我們才不去做連續的工程 建築表示 木偵工廳改單 結束之後就要簽訂時間 當台鑑定結構出來之後 這決定接下來的時間結尾 過去最不需要顧半月的時間 鑑定相關費用他們的負責 也會幫助去面修理處理 記者各位 夏桂林 台北報導